万里区西底里野稀旁的农田在日前大雨暴涨 农田以及农作物被冲毁 为了让农民耕作更有保障 施议员廖正良是邀请了市府农业局 还有公所一起想办法来改善 万里区西底里有一大片的农田紧邻着野稀 不过这条野稀每逢大雨就会满意 更是在日前的大雨暴涨冲毁农田以及农作物 为此施议员廖正良也邀请农业局与公所 来寻求改善的办法 希望野稀也能够有所整治 不要再把农民辛苦耕作的作物 因为大雨而冲毁复制一举 这边是野稀也是我们的乡亲的 做一些有机农场 那就是9月8号的那一次大雨 是整个野稀的都议题了 把这个所有的你看农田都淹没了 他们这边有种植的地方的这个农产品 农作物都被淹走 那今天我们请农业局还有公所到现场可以看到 可以见到被农毁的农作物全都已经干枯 爬在地上丝毫看不出原本是充满生命力的玉米田 而倒爬在地上的是玉米梗 还有来不及长大的玉米果实 而野稀案边被冲刷下来的大石堆叠 看着也是相当触目惊心 把原本的我也请我们的地主这边 就是就把这个牺牲一点土地 把这个西床把它做宽一点 做深一点 有原始的这个原始的石头很多 把它跌高一点 我想这样子的话 也是就谁就会遇到这个农田的地方 为了要让农民的辛苦不再被大水给冲毁 市议员邀正良也要求农民将农田再退缩一些 让出空间来石座户岸 就地取材用西床上的大石 来堆砌最原始的生态户岸 如此一来维护原始的生态风貌 也保护一旁农民的农田与农作物 记者拉平函万里采访报道